走走于刀尖之上 这么做打起来上单直接起飞 打不起来他直接露兵 这样吧明天学队吧明天 大伙可以多发弹幕眼熟的兄弟 眼熟的兄弟明天会直接上任法管 也拔好了 AQA打一套 A打一个W,点燃恶若挂死 哎呀我肯定要被抓了 我现在这个血量 加疗这波打也不帮他,他玩不了 出于人道主,想要让他玩的话,这不肯定要帮他 一切都在计划之中嘛 中弹没闪,他现在 现在还是在,你们相信吗,他现在应该在这个上河道的这个草 因为加疗这个血量没人的话,他不敢跟我这么玩 你们就连铁吧,你连吧兄弟 你能不能抓死我啊到底 冲路是个双人线,我没开玩笑兄弟们 他们穿同一条裤子的 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 谁到实际牌子可以当防管吗兄弟 前两天四级牌子都是直播电反馆 就这么夸张 十级不是绰绰有余,这个反馆主要是 给一些眼熟的,有时间看直播的 能管管人的 不是你几级牌子就可以了 之前的反馆都给了那些 27级30级金色牌子 现在不是说刷钱就有的 现在我们直播电反馆主打凝聚力 眼熟的才会给 天天看你也没给啊,你发过弹幕吗关键事啊 你不可能说你没有牌子你不发弹幕,主播也不知道你在 对不对,我还能给你上 那是怎么做到的呢 4级牌子的,9级牌子的那些不都是 经常发弹幕,确实隐手 刷钱没有,说明没刷够,刷 刷钱的是别的 刷钱有的是有,但是他是难管 工会管理 直播间的反馆,专属反馆的话是没有了 诶,打一套 又来 W 一打一回三次了,哥们 这就有点没意思了 看到没有选择吗,家里要逼你,这两个英雄打也不帮他我都 我都跟你信 这死哥 怎么帮你呢我想知道 我来就,我来直接自损一波线 大招逃跑也太稳了吧 铁张才 猪肚开通的超稳 我刚才塔下一波线我再不要了,来了 拿个租工有点亏 还打呢 怎么打这么久啊 你打你打来吧 跟他们幅度换了吧 这没打掉吗 坚决在哪 拿我一个 拿我一个 他没在吗 只缘不来 非要失踪 我来了呀兄弟 我不处理我的耐性我怎么玩 我打完一波把对面杀了我还以为 结束了呢 低端局用难道怎么上分 低端局难道更好上分兄弟 抓谁谁死 多看这波 来了 低差打招 AW 守卫 A刀 大刀请你A一下 WA刀 守卫接着段 往后翻墙拉扯 WA刀 往前 A刀 写这边 去A一下 往前 他过来我过去 拜拜 W 血满作物者他敢打我真的反杀机器人 这波一打二怎么说 速战速决吧 下路有应解 应该去下了 像刚才这个小龙团对吧 这辅助是这两句是说我的 但是你不在一个人的一个角度 各有各的角度你是没有办法去理解 假如他在看我直播 他都知道我这波亏了一波线来的 一波线100块100多块 经验是半级 我亏了这么多东西 我拿了个20块钱的助攻 这时候不回去吃线的话 就已经中路已经崩了 但是呢 对吧 由于位置的不同 所以我们就不必理会 现在宇久开中了超粉 各有各的角度 书说书有理 活说活有理 不好分辨 所以平时这些 打着队友的一个 就没有必要 太多的去争议 无处可藏 无处可藏 一个W 不得了 怎么知道千绝没打的 他只能没开出来 他有大的 赌不该只想把他大招打出来 杀人了 逼他打招 这时候打他冰底 WR隐身 看到没有 打千诀有个方法 先用普通性逼他大招 逼他大招大招结束了你是无敌的 无敌同时我们开隐身 这样隐身 对吧他的无敌效果没了 你有隐身 相当于也是掌握了一个主动权 你也是无敌 只要你能用WQ把他大招逼出来 等他大招结束你再开大 你绝对能赢 并且你隐身 你拥有一个主动权 隐身出来你是先打伤害 你打完伤害他才可以打你 不可能输 还抓我啊 为什么对面这把这么针对啊兄弟 纵上野辅助全奶出了ADC ADC打团看得到他 这其他人都主动过来抓中路呢 我被盯上了 我靠 12分钟抓我10次了 好像10次不止 什么时候去韩服杀职业 10天左右吧 世界赛什么时候开始 什么时候打韩服 这我们之前也说好 无处可藏 6-0谁不眼差 兄弟 我0-0的时候就刷我三次了哥 这应该跟战绩没关系 反而是他们越抓我 因为我操作起来 所以我才拿的人头 你想想我都没怎么游走 突然这么多人头 只能是他们来抓我反杀了呀 三个两个都是我杀的 要不是能反杀 这把真的请做了 这里找一个佳梁 哈喽 把他拦截住 就为一个W可血 开大 交给你了 感觉这牌位里难道 这个仇人值有点高啊 防装 这些人 一个大招回600 哇 都是残血 好可惜 没人能收割 但我俩这个两个弹头去跟他们换也没必要 这波我跟死哥两个人扛塔去杀他们 把全杀了都没用 一个头1000 一个750 加上助攻两人死了两三千 2000起 木刃黑切和可血黑切怎么选择 适合带征服者打团的阵容 但是中单 或者说选手 选择英雄 都是一些常手的 那就可以木刃黑切 都是近战适合的可血阵容 那就出可血 近战可以方便我们多次次 触发这个回血 远程的话 你也合不到他 来来来来 压车车压车车 诶 四个人又怎么样 这些东西到时候去 屋上都有血 拿个刀 拿个刀 A刀 打不了 杀掉杀掉 也不用急于一时 说实话我这游戏里头很难回弹幕 一边打着这把对决一边回答别的对决的问题 我来个血手 一外话就不多谈了 说他有点尖的 到现在才少对 多那么两个 但我们掉的蛋头也不少 死个掉了个800 应急应该持平了 而且签决的印记吃了很多 从不妥协 骗他恶猪 骗他个仪星 控制 好沉默兄弟 打死挂死 大招结束开始太大 大招 将有主动权 A刀 我停了 扩克一下扩克一下 别被他倒过 W挂死了 凯色 人都死光了 小龙他应该可以自己打 去猜中兄弟 AD 猜中 龙打一个人打就行 无处可藏 野兰有机 他猜中就行 我这二塔猜不了了 我去帮他 打得完是吧 不定没有踢是吧 没人踢那应该安全 各方面都得防 也不是说我们杀完人 一定是我们去转这个兵线 AD转也行 我可以帮一下 他多少钱 够了 正好 这把因为这把我没有前盘你看全是后盘 需要我们去出一点血量去 撑住 如果都没人卖的话那就 全是输出 那没有人去当前排 反正每个人输出都会被限制到 40%50%都发挥不出来 对有一个弹幕总结的很好 征服者怎么去判定木刃和黑切 远程 对手适合带征服者的 就木刃切割 近战 就可血肉骨 这什么转主义这事啊 是乎乱 AQA没办法吗 我想大招AQA的 没办法 但是我肉不肉呢 四个人杀我都杀不死 这不着急了这不 镰刀 思路出问题了 我想不到他们就能防我防这么快 我就能A两下的一个时间都没有 A第一下第二下打流血 已经被控了 反应这么快啊 好肉 这都死不了我说啥对面真玩不了 刚才我都想死一下看一下我被控了多少秒起码有三秒以上 辅助的鸡飞 加疗的E和W再加上加疗的一个泳装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有走遇到五千之上 好 想要骗下劲 打一下他们机器 现在他就一个人 要先别喝 我的药先捏着 拿起来的 再回来 打龙打龙他没眼了他没眼了 那没事你A什么眼呢 这个眼是被我这个真眼给取消掉的 A的中暴露打龙了 我智商 你 我 我 你说 战神 死个死的车五个人还活着你们知道吗 我一个人追着五个人打 就死个收三个我两个 你就说适合的阵容 适合的出装和服务员怎么样吧兄弟们 活到了最后 我这把对面的阵容我出个电行李试试啊我再赔我也是杀姨两个人就走了 能追着五个人打 只有少花才会为荣誉 假装要走 实际上算了就走 无处可藏 我在这 没人了吗 我还有大招保密中亚保密吗 还有闪现保密 服不了了呀卧槽 卧槽你怎么跑这么快啊 卧槽 不要妨害我 不要妨害我 怎么回你的呀兄弟我这保你呢 怎么又取笑了 黑切 黑切打了1800了打了两波团 我这挺猛的嘛 搞什么 二鱼这个小脆皮你退下 我来 要扛他还得说到谁 我來 死之前為什麼一定要讓我死呢 唉呦 這怎麼只顯示0.8秒的控制啊兄弟 剛才這個控制 我那按鍵都按爛了 夜正方不出來 唉呦 這0.8秒什麼度秒如你 怎麼這樣 逼我是吧 好好好 是你逼我的 刺客之魂 穿甲流 太有刺客之魂了兄弟們 剛才那些說沒有刺客之魂的出來 穿上護家也是穿甲 你就說穿沒穿甲吧 打我打得死啊 打得死啊 我還有一條命 第一條都打不死兄弟 我已經給他們所有人打我的機會了 不中用是吧 打不中用 所有人都在打我都打不死 我都不知道你們能幹嗎 給他們來個Lina 讓我隊友也打我 五夠不夠兄弟們 看一下我的扛傷好吧 我看一下我扛傷 感覺最高 我們應該去給他 就可笑 你搶賠 借了嗎 感谢观看